下面来看一下例题11 A 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单方解除 不需要通知对方即可解除 这个说法是错的 依法解除必须要通知到对方 B 合同解除生用于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和可责效合同 这个说法是错的 只有有效合同才生用 解除 对于无效合同来说 签跟没签是一样的 它本身法律就不承认它的权利义务 因此不需要解除 而可撤销合同 它一方行使的是撤销权 它并不是解除权 C 当事人对解除合同有疑议 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来确认解除的效率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第一 当事人对解除的疑议期限 没有约定的最长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最长三个月 好 这道题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145页 145页 这个4018的内容 我们主要是放在黑板上讲 其实这个内容每年都会考 同学们也都知道 违约责任是拿五个 这个务必在考前把它背下来 要背熟 出题的方法 这个多选题 问你以下哪几个是违约责任 A 继续履行 有的吧 B 补救措施有的 赔偿损失 违约金 奠金 然后他就问你 有没有消除危险 回答 没有 有没有赔你道歉 回答 没有 有没有什么 合同解除 也没有 合同解除不属于违约责任 这五条 没有显示出来都不能碰 都不能碰 好 这一次我们比较看好的是黑板上的12题 这道题也是今年二级考试刚刚考过的道题 施工合同当事人因为对方违约 向法院主张的诉讼请求中 法院支持的是哪些 A 因为业主没有钱了 那么要求了解除这个合同 并且要求业主赔偿损失 可不可以 这个A是可以的 B 由于施工单位拖延 前工期 那么业主要求施工队继续赶工 并且赔偿工期延误的损失 也可以吧 可以的 C 要求继续交易 并且取消掉这个交易 这个就是精神分裂了 B 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 同时双倍退还定金 可不可以 不可以 E 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并支付违约金 我们前面给同学们讲过 合同无效 无约可违 所以它不可能有违约责任 合同无效以后 你只能要求什么返还财产 折价补偿 赔偿损失 这些东西 但不能要违约金 这种题是历史上第一次考到 希望同学们能够快速的 生应这个思维方式 那么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重点 就给同学们讲解到这里 下面我们开始看一下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在考试中 一般会考五分到七分左右 跟建设工程合同 它的分值大致的接近 好 我们首先看147页 最上面的4021 劳动合同的定例 通常来说会考两分 考两分 好 首先请同学们看到 这个 148页 148页最下面的第四大项 定例劳动合同应当注意的四项 大科普一 第一句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是自用工之日起 要建立劳动关系 好 然后是 第二行 第三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没有同时签书面劳动合同 应该最迟在什么时候把合同签掉 上班一个月之内 要把合同签掉 下面一段 合同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 其他形式 那么劳动合同法规定 除了非全日子用工 可以口头 其他的都要书面 都要书面 然后呢 149页 最下面的大科虎二 劳动报酬和适用期 看一下这个第二段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适用期不超过一个月 然后第二句话的比较重要 劳动合同期在一年以上不到三年的 适用期不能超过几个月 两个月呢 要把它背下来 两个月 然后这一段的话 最后一句 劳动合同仅约定适用期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适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就看作是劳动合同期限 这句话呢 特别重要 打无脚心 好 然后下面一段的第一句 劳动者在适用期的工资 不得的低于转正工资打几则 百分之八十 这个百分之八十来要记得住 好 还有一百五十页 一百五十页的最上面的大科虎三 劳动合同的生效与无效 大科虎三的第二段 哪几个劳动合同无效 打无脚心 第一个欺诈胁迫 趁人之危的 第二个 单面免除自己责任 排除劳动之权利的 好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把这些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 用人单位最迟应该在适用期满前把书面合同签掉 还是上班一个月 应该是在上班一个月之内把合同要签掉 比无固定期限合同 由于没有终止的时间 所以不可解除 这个说法呢 是错的 所谓的无固定合同期限 指的是终止时间 不确定 正常情况下呢 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一旦发生 法定的解除条件 比方说单位要裁员啊 或者说是这个 劳动者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大拉回扣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啊 就把它给解除掉了 啊 所以这里边呢 这个B呢 是错的啊 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可以解除的合同 不是不能解除的合同 C 无固定期限合同 约定的适用期 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 啊 这个说法呢 是对的 一到三年之间 最长的两个月 三年以上的合同 包括无固定合同 最长的不能超过六个月 啊 第一 劳动关系 是劳动合同签订自日起建立吗 不是 是用工自日起 上班报到的时候建立 以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 应当输灭 非全日制的 可以口头 啊 这个说法呢 是正确的 好 这几个滑的地方呢 好好地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啊 劳动合同 哪几个是无效 这道题我们在经讲课上呢 给大家讲过 A 劳动者经培训或调杠 人就不能胜的工作 能不能说明 他以前签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啊 这个当然不能说明 B 单位非法限制 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显然单位是违法了的 但是 这个旅行中的违法 能不能说明 他原来签合同的时候违法 也不能 C 单位免除自己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 这个是属于啊 签订式违法 劳动者坐牢 能不能说明 他以前签的合同无效 当然也不能 E 欺诈胁迫 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识情况下 签订了合同 这个是无效的 所以呢 要求同学们掌握 今年这个地方 出题的思路 就是把无效和解除混在一起 那么这道题呢 只有C和E是无效 而ABD是合同解除的情形 而且在经讲课上 也给大家讲过 这里边的区别是什么 定立时违法的 是无效 旅行中违法的 是解除的概念 好 原理等于等于等于 原理等于以后呢 就没有了 不需要你死基因被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有关 劳动合同解除 和终止的一些基本概念 好 立题15 好 我们划几个地方啊 首先呢 划一下153页 153页的倒数第2自然段 裁员的时候 应当优先留用 下列三种人员 这里边呢 括弧2打勾 与单位签了 无固定基线合同的 应当优先留用 然后括弧3打勾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 有需要抚养的老人 或者未成年人的 应当优先留用 用人单位在六个月之内 重新招人的 应当通知被裁的人 并在同等条件下来 优先招用 好 这一段话呢 划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划一下154页 最上面的第2自然段 用人单位违反 劳动合同法规定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的 单位应当让他继续 劳动者不要求回单位的 或者已经回不来的 用人单位呢 应当支付赔偿金 赔偿的标准 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 好 我们下面呢 看一下15题 A 单位以暴力威胁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劳动者可以立即 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是不需要通知 不需要做工作交接 这个同学们呢 应该还有印象 因为在人身自由 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可以了 不通知 B 劳动者因为在本单位工商制禅 在规定医疗期盼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安排另外的工作 单位能不能预告解除 我们曾经讲过 制禅分两种 工商导致的残疾 那么单位呢 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原来来你单位之前 我高大帅气 分分钟可以找到新工作 结果在你单位呢 因为工商被害成了一个残疾人 这辈子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 你还要把我给扫地出门 这个呢 想一想呢 也太残忍了 所以工商制禅是不得解除 但是非工商制禅 这个不是单位造成的 又没有合适的工作安排给你 这时候是可以预告解除的 所以这个残疾的前提很重要 C 女志工在怀孕期间 单位是不得解除 而且呢 还要老老实实顺扬到普鲁期 就是小孩生下了满一周岁 这个时候呢 才可以结束 你让他回去 他就这个 他就回去了 反正他分分钟可以找到新工作 但是在怀孕到普鲁的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叫他回去 那么对他来说 一家人 马上这个生活呢 就会陷入困境 哪个单位会接受一个孕妇 或者说一个普鲁期的妇女呢 他不可能找到新工作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是一家人 你最要用钱的时候 所以这个呢 想一想吧 也太残忍了 因此法律规定是 不但不能提前解除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合同到期的话 单位还得 老老实实顺言 顺言到这个 普鲁期 顺言到普鲁期 这个呢 是在154页 154页的大扩户 大扩户的第二段 第二段 但是在劳动合同期满时 有合同法 42条规定的情形 就是不得解除的情形之一的 劳动合同要继续顺言 到相应情形消失时终止 第一 单位在实施裁员后 12个月内 重新招人 要不要重新录用啊 这里呢 有两个错 第一个 他不是12个月 而是六个月 第二个呢 不是重新录用 而是优先遭用啊 同等条件下优先 一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要求继续回单位上班 继续回单位上班 如果呢 不愿意回去的 老公有钱 我不想再回这个单位了 那么也可以要赔赏金 但是你不能一并成用 只能两个你要一个 这个说法呢 就完全正确啊 完全正确 好 这道题呢 同学们把几个选项呢 好好研究一下啊 研究一下 反正每年呢 翻来覆去 考来考去 都这些东西 好 再看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呢 是我们 呃 经讲课上呢 给同学们呢 讲过的内容 劳动合同的终止 指的是到期后不续签 而劳动合同的解除 指的是提前结束 终止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单位要求续 但是劳动者不统一续 这个时候呢 是一分钱经济补偿都没有的 如果单位这边啊 不主动提出续 到期以后呢 就看着劳动者回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协商解除 要看谁先提 劳动者先提 单位同意的 不给经济补偿 如果是单位这边先提的 那么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辞职 分两种 单位没有过错 劳动者主动辞职 一分钱经济补偿都没有 单位有严重过错 坑害劳动者 劳动者被迫辞职的 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单位辞退劳动者 分两种 劳动者没有过错 那么单位辞退 要预告解除 而且要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有严重过错 坑害单位 那么单位可以随时开掉 而且不给经济补偿金 从条理框架上看 还是很清晰的 好 我们下面呢 把经讲的这个题来 再复习一下 在哪些情况下 单位应该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呢 比较关心的问题 A 用人单位为及时足额支付报酬 劳动者提出辞职 单位有过错还是无过错 单位有过错 所以这时候呢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B 劳动合同欺瞒 但是劳动者不愿意续 这个时候 劳动者自己的原因 不愿意续的 给不给补偿 不给补偿 C 劳动者同时与他人建立了的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单位通知把它开掉 劳动者有过错还是无过错 劳动者有过错 所以这时候呢 不给补偿 D 单位这边先提 协商一致解除的 那么单位先提的话 应该给经济补偿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培训或调杠 人就不能胜任工作 又能单位把它给解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有错还是没有错 我们说了 法律的是神写的 在神的眼里 这个劳动者呢 生病干不了工作 或者说是能力有限 干不了工作 这个呢 都是一种无过错的情形 所以单位呢 你可以预告解除 但是呢 必须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好 那么这道题呢 就给同学们复习到这里 我个人认为呢 这次考到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下面 我们再学习一下 劳派潜 劳派潜呢 在书上滑的话呢 主要是滑一下 一百五十六页 一百五十六页 最上面的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二行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 签什么样的合同 两年以上固定期限 这个两年要记得住 按月支付报酬 被派遣劳动者 在没工作的时候 劳务派遣公司 应该给他的工资卡里 继续打钱 每个月都要打钱 但是这次要特别留意 打进去的钱 是最低生活费 还是最低工资 这个最低工资四个字呢 要把它给圈出来 最低工资 好 接下来是 第三段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 也就是两个单位之间签的协议 它的具体内容 告知给被派遣劳动者 这个内容告知 把它划出来 好 接下来是 这个倒数第一自然段 最底下这一段 这一段的最后一行 被派遣劳动者 在用工单位 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 谁申请工商认定 由劳务派遣单位来申请 用工单位在干什么 协助调查 这句话呢 其实每年都要考 然后157页 157页的第一行 劳务派遣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责任 但是可以和用工单位 约定一个补偿的办法 这句话呢 去年前年都没考 今年把它划出来 然后被派遣劳动者在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时候 随负着处理 用工单位签出来 然后在编上写上刚好相反 同学们 工商认定是劳务派遣公司去申请工商认定 用工单位再配合 但是职业病鉴定的时候刚好相反 应该是用工单位去申请职业病的鉴定处理 然后由劳务派遣公司来负责 刚好相反 好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划第一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工单位可以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 但是后面的123456不要你背 你只需要在上面写一句话就可以了 不得无理由退回 也就是用工单位把劳动者退回派遣公司 是要有理由的 好 这几句话的地方特别留意看一看就行 黑板上的三角图给大家讲过了 必考的 劳动者跟随签劳动合同 跟劳务派遣公司签 派遣协议是随跟随签的 两个单位之前签的派遣协议 然后劳务派遣公司有义务把这里边的内容 告诉给具体的劳动者 给你多少工资 福利是怎么样的 岗位是哪些 都要讲清楚 好 17题 假私工企业予以劳劳派遣公司签订劳派遣协议 由已向假派遣员工丁某 关于该用工关系正确的是A 丁某工作时因工受伤 谁申请工商认定 应该是已申请工商认定 假配合 但是如果今年把这个A改成 丁某患上了职业病 由谁去申请工商认定 要特别留意假申请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 假申请职业病诊断和鉴定 然后B 以应当丁某签订派遣协议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派遣协议是两个单位之间签的协议 那么已跟丁某签订的叫做劳动合同 C 以应当负责丁某的岗位培训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还是错误 因为假是用工单位 所以具体的岗位培训应该是由假来负责 以这边负责的是一般的通用的必要的基本的培训 那么第一 以负责支付丁某的工资和社保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因为劳动关系是丁某和乙公司之间的一个劳动关系 知道题选D 好 接下来加班的问题 我们原来经讲课上也给大家讲过 翻到161页 161页最上面的大颗活二 大颗活二的这个第三段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基因需要 给予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可以加班 一般每天不超过一个钟头 特殊情况加班 那么下面行 每天不能超过三个钟头 每个月累计不能超过36个钟头 但是有两个例外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 那么需要紧急处理 或者是生产设备 发生故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力 必须及时抢修的 加班时间不受限制 下面一段 用人单位支付工资 那么平时加班的是1.5倍 礼拜六礼拜天加班2倍 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是3倍 看一下黑马上的A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基因需要 经工会同意就可以加班吗 不对的 要劳动者本人的同意 B 发生自然灾害需要紧急处理的 加班时间 每月不超过36 还是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C 加班时间 一般每天不能超过一个钟头 对的 以安排加班的 那么单位支付的加班费 最少是1.5倍 这个说法是对的 法定节假日加班 应该是两倍还是三倍 三倍 C和D 好 接下来我们再 划一下教材的163页 163页 划一下第一段 对不起 第二段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到教材的163页 163页 划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不得以工程款 未到未为由 苛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 不得将应收工程款的经营风险 转嫁给农民工 然后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划第一行的尾巴 在工程建设领域 鼓励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 委托总承包直接代发的办法 然后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的是划 这个 第一句 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 然后再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的划第一行的尾巴 在工程建设领域 实行能工费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 推动农民工工资 与工程材料款相分离 然后下面一段 落实清厂窃薪责任 华 第四行 建设单位或总承包 将工程违法发包 转包或违法分包 致使脱欠农民工工资 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 依法承担什么责任 四个字圈出来 清偿责任 清偿责任 然后最底下这段 2017年9月 这个黑名单的问题是新增内容 这段里边的 第二行 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人力社会保障部门 应当自查处 并做出行政处罚 自己二十个工作日内 把这个二十个工作日内圈出来 将其拉入这个黑名单 一打勾 苛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 这个报酬 数额达到了犯罪标准的 二打勾 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引发群体性事件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这段话 黑名单的问题 要求大家的掌握 总之今年163页 这一页子 划过那些东西来好好看 A 企业不得以工程款 未到未为由 拖欠农民工工资 不得将风险转嫁农民工 对的 B 鼓励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 由总承包直接代发 这个呢 也是对的 注意是鼓励 不是应当 不是必须 C 全面实行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和工资专用账户制度 这个也是对的 D 建设单位或总承包 违法发包 违法分包 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 那么应该 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 以未兼工程款为限 承担垫付责任 这个说法呢 是错的 它实际上是在合法分包的情况下 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是违法分包 法律的规定是 建设或总承包 承担的叫做清偿责任 欠多少 你们自己来把这笔钱全部付掉 只要有违法分包的情况 一 总分包 应该把这个相应的工资支付记录呢 要保存两年以上 这句话呢 是对的 是对的 在158页 158页的第一行 第一行 157页的倒数第一行 将农民工本能签字支付的记录 保存至少两年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有关劳动争议 在教材的167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并没有签字支付的